Hello大家好,我是Calvin 那最近听到一个挺有趣的论述 叫做联合政府不输,天理不容 那主要呢,他的论述就是讲 安华当上政府过后呢 整个马来西亚的氛围变得越来越保守 安华就是在竞争保守 而且现在呢,名声课题又搞不好 物价呢,又是高涨的情况 再加上行动党现在在政府里面 坐拥40个国会议席 但是呢,却显得非常的安静 近乎呢,已经沦为马华2.0的这个存在了 那这个讲法呢,是正方的讲法 那如果熟悉我的观众都应该知道 我非常喜欢呢,用这个辩论的这个视角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不同的论述 那今天我们呢,就站在反方的角度 来论证一下,国盟落盈才是真正的天理不容 那我觉得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讲的 首先就是从1119这个联合政府上台过后呢 我们来看一看国盟的表现呢 国盟到底做了一些什么呢 严格来讲,他们什么都没干 就只是专注一件事情 就是想办法搞政变来推翻团结政府 进而能够自己组后门政府 那这个阶段呢,又分为在六周周选之前 六周周选之前呢 他们近乎呢,是每天在炒作 这一个种族还有宗教情绪 目的啊,就是为了要团结 所有可以被团结的马来力量 来推翻这一个政府 那过后,六周周选过后呢 这个梦想是破灭了 所以呢,他们又搞了一大堆 有的没的的这一个行动 这个迪拜行动,伦敦行动等等 一系列的这些操作呢 他们的目的也就只有一个 就是要推翻政府 那不过,没有如他们所愿 可是你想一下 除了在搞政变 反对党,也就是国盟本身 有没有做好反对党的这一个责任 反对党的义务是什么 就是要负责监督政府 要让这个政府知道呢 你们不能够为所欲为 因为呢,有一个随时随地在等待 要接班的反对党 他们有可能在下一次的大选呢 会当上政府的 理论上来讲 一个成熟的反对党呢 应该是要每天盯着政府的政策 然后挑那个细节 确保呢,在反对党的监督下 政府跟反对党 可以通过这样子的合作模式 来改善民生课题 与此同时造福所有的马来西亚人 但是我们看一看 国盟当反对党的时候 有干这些事情吗 正经事其实一件都没干 反而就只有种族宗教 宗教种族 没有其他的事情了 所以在1119过后 其实反对党是一个不称职的反对党 那我相信这一番话呢 没有人能够否认 除非你能够举出反对党提出的建设性建议 那除了老木经常在这个国会里面谈的 就是要开放这个公寄金 听起来就很明碎政策的东西之外 到底反对党还给了什么建设性的建议 如果有的话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除此之外 第二个阶段呢 其实就是在新骨毛补选提名日之前 也就是土团党抢了民政党的议席 单单是因为这一点呢 如果他们能够赢下来 简直就是天理不容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 这个选区是妥妥的混合选区 马来人的比例不超过一半 然后非马来人的比例还比马来人要多加起来的话 因此这样子的选区 应该要由联盟的非马来人代表来上阵的 如果你典当了民政党 自己抢着来上阵 换言之 民政党在被典当的当下 也等于土团党 还有整个国盟 是在典当非马来人的权益的 因为如果你连议席都没有办法让给民政党 那如果有一天你当上政府的话 凭什么你告诉我 非马来人的权益是不会被你们典当的呢 这个说法我觉得你不管怎么兜 都是兜不回来的 现在整个土团党为了联合博弈的游戏 为了要在国盟里面能够跟伊斯兰党叫板呢 他们是不惜代价 典当了民政党的权益 同时也告诉全部的这一个马来西亚人 只要有胜算 民政党是可以被典当的 只要有胜算 非马来人的权益 可能也会被有所典当 所以在这一个选举之前 就是提明日之前呢 他干的这一件事情呢 就已经注定了 如果国盟能够赢下这一场补选 其实换言之就是单元政治的力量崛起 而且这一个单元政治力量的崛起 还是有民政党在助攻的 你被别人抢了一席都不敢坑一声 然后呢 如果选民还把票头给国盟的话 那我们不是成了这一个单元政治的帮凶了吗 这是第二个关键点 那除了第二点之外 最后就是在竞选期间 这个伊斯兰党干了很多龌龊的事情 比如讲呢 这一个阿末法德里 国盟的青年团团长呢 就污蔑滑小 一直不断在攻击 脚逃的滑小背景 那这样子的举动呢 很明显又再一次验证了 他们想要走单一族群的这一个政治力量 根本就没有把非马来人的权益考量在内 而且对于他们而言 非马来人现在所拥有的东西 在他们眼里 其实是不应该要拥有的 否则 为什么他会讲出这样子的话呢 而且 伊斯兰党本身 除了污蔑滑小之外呢 还有做了很多让人难以理解 甚至是非常讨厌的事情 比如讲 威胁新骨毛的选民 一定要把票投给国盟 然后呢 又威胁自家党员 如果不出来投票呢 就等于是违背了伊斯兰教的教义 那种种的迹象都显示呢 他不只是针对这一个新骨毛的选民 同时连自家人都不放过 那这样子的情况 如果他们还能够赢 那不是天理难容 那到底是什么呢 还有土团党本身的候选人呢 其实也是有相当大的争议的 我们先不说他之前疑似学历造假 这一个已经澄清了 那他现在除了这个学历之外呢 还有大耳聋的这一个情况是讲不清楚的 后来他马马虎虎的讲 不是欠大耳聋 只是生意上呢 有所欠债是正常的 但是当记者第一时间问他的时候 他的选择竟然是沉默不回答 那这一点呢 其实就已经是有一点点失去了 候选人作为这一个道德制高点的关键点 除此之外呢 这一个土团党的候选人本身的竞选宣言 也是相当的耐人寻味的 我先不说他的五大的这一个主轴 有一点点超功课的感觉 就单单他的第五个竞选宣言 也就是要捍卫少数族群的这一个情况 他自己清楚列明 在他定义底下的少数族群 仅限于这一个土族 还有OKU 换言之非马来人 比如说华人跟印度人呢 在这一个选区占比超过了百分之五十 接近百分之五十的情况下呢 在他的竞选宣言里面是被边缘化的 因此如果这样子的候选人 再加上伊斯兰党神一版的助攻 还能够让他们赢下来的话 那为什么这又不是一个天理不容的事情呢 所以凡事都有两面性 你可以论证西盟联合政府 如果能够赢是天理不容的 我也能够论证 如果国盟赢下这一个选区 才是真正的天理不容 那如果双方彼此之间的较量 可以打成平手的话 那为什么我们不要让这一个政府 有五年的时间坐满 为什么在这一个时间点 要换国盟上去 来当新骨毛的人民大一事 这一点是正方同学往下要继续论证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